我們不想再次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從學校離開了 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收穫了 先少出現在鏡頭前 艾里森給大眾的印象 就是他超豪奢的生活型態 不過榮華富貴的艾里森 在32歲前 其實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魯蛇 不但大學載學 狂煥工作 他因為太過軟爛 被前妻要求離婚 直到1977年34歲時 他和前同事史考特 一起成立SDL公司 人生才大翻盤 所有的東西 你會在書中 有人成為一個領導人 他不是 但他很傻 他不會再放任何東西 公司創辦之初只有8名員工 年收還低於100萬美元 但在開發名為Oracle 2的 數據庫管理儲存系統後 在1981年 接到IBM這個大客戶 之後7年營收不斷翻倍 艾里森也將公司改名為Oracle 於1986年正式上市 逐漸創大為 世界第二大軟體供應商 我認為 某些程度 這些公司 正在回應 儘管講話是不及不許的模樣 但如同他的夥伴所說 艾里森非常頑強 他的目標也只有一個 就是超越第一名微軟 他為此開始瘋狂收購公司 幾年下來已經累計砸下 近450億美元重本 進行數十次收購 不過儘管艾里森 身價已經超越比爾蓋茨 但甲骨文的總營收 依然僅次於微軟 你不用相信我們 這非常重要 暗色西裝搭上T-shirt 艾里森就跟大多成功人士一樣 有一套固定的傳遺風格 傳遞了他的紀律和專注度 這也讓人聯想到 驚奇最火紅的回答創辦人黃仁勳 音量不太聲音 黑色皮衣 黑T-shirt和牛仔褲 看到這樣的穿著 絕對就是那個穿皮衣的男人黃仁勳 紐約時報驚奇更撰文指出 黑色皮衣已經不僅僅能代表黃仁勳 更成為AI產業大進步的象徵 一名矽骨形象顧問兼造型師還說 黑色皮衣顯示黃仁勳 是有創造力 地位高的人 而且當有客戶問他 能不能也穿一樣的皮衣時 這名造型師回答 皮衣已經是黃仁勳專屬 可見人們該仿效的 應該是成功人士的敬業態度 而不單單只是穿著而已